中文字幕 李宗盛 宣宣 怎么了 实习结束了 我突然好伤感 我也是 最后一个课题 个人数值 程子哥燃起来 守护全世界最好的经验 加油 今天就结束了是吧 都会成绩结束 应该是吧 肖哥有什么遗憾的 我们两个还一次 都没有合作过 对啊 请你最大的遗憾 说出这个事情 虽然我知道 你肯定不会说 我的宵夜 谁第一 去吧 咸蛋超人 课堂了 哦 还有PPT 各位律师们晚上好 然后我来为大家简单做一个我的一个数值 我实习的初心是 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加有勇气 大胆去表现 去试错 所以当时我的内心状态 是这样的 我在我第二天打完那个辩论之后 我变成了 很有趣啊 不得不说这个初心是一个有瑕疵的初心 可能以前失去了一个说 敢于第一个跳出来大胆跟别人说 我觉得你们按我这个想法干 是对的的这种能力 我觉得 对于我自己来说吧 其实我不是 非要去承担一个领导这样的职位 然后梁绿也一直在这段时间去鞭策我 我也重新尝试去执行一个决策者的身份 反正我们现在十二点之前先选点 下午三点之前写好思路初稿 最后有个总结成词的部分 我觉得你们两个会比较合适 然后我想的是 虽然我知道自己目前的程度 距离一个优秀的决策者 还有一个很长的距离 但我觉得我很庆幸 我起码现在在路上了 你做的已经有进步了 因为邱怡看到了 她说之前你们俩合作都是她拍板 后来你们俩合作都是她 还没等到她要拍板 你自己就拍板了 邱怡你现在把那个 要发给他们的那份总结汇报 先做好 嗯 你就措辞一下写封邮件 好 对 然后就是合作类的一个课题 我的胜率会比较高 恭喜 反对解除的一方 同方获胜 虽然说那两次我都是做一个队长 我可以安慰自己说 你可能就是那个田季 但是我比起说想去成为一个田季 我更想去成为一个 就是面对什么对手都不畏惧的千里马 目前自己感受最深的一个课题 就是法律援助 但我感受到了 就是我们作为 法律人对这个社会是有一个责任 和有一个意义的 所以这也是在这段实习里面 坚定我 未来想要去成为律师的一个契机吧 在这段实习里面 钥匙 在这第二次 种方案 需要 Flex 然后 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